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强调,联合国成立75年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社会要以隆重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契机 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坚定支持联合国工作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全球抗疫不能松进 中方愿意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经验做法,并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 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 加强国际合作和联防联控,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将履行承诺,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催生了不少新问题,但归结起来还是离不开和平与发展问题 安理会要发挥集体安全机制作用 常任理事国要做表率,搞单边主义和霸权,必失人心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 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国际合作,更加需要强有力的联合国 感谢中国一贯给予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坚定支持 有了中国的支持,联合国才能够更好的履行职责 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中国在践行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举措 支持中国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支持中国同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 联合国希望同中国继续加强合作,期待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自身发展 并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联合国编程の适合 帮助地平主席日前在联合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